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 7月25號 快凌晨2點鐘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戰棋沙盤 也就是建議員真的異界迷宮 然後你在通關的應該是9隻 9隻20還是24 然後再來就會出現 在第二層通關之後 他就會出現這個 普通難度跟困難的難度 那我們來試試看說這個困難難度是如何吧 那另外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左上方的這個驚嘆號 他說這個就是每兩天開一次 然後我們來看這個 快速推進 快速推進我目前還沒有玩到 因為這個是我們來看一下 他是說任意難度的第三最終關卡 下一輪的戰棋第一第二層就可以使用快速推進 那戰鬥將直接判定為勝利 且無需進入戰鬥 那這個是什麼樣子呢 快速推進的功能 必須要通關主線副本 10隻1 我目前的進度已經到了 10隻好像10隻20幾吧 所以我應該是下一輪的這一個 這個戰棋三盤就可以看到 看看說他的這個快速推進是如何 其實烈火戰劇我覺得 這個會入坑的原因 對就是會緩緩入坑的原因 也是因為說 他剛開始打這個公會網友這個快速跳過 然後可以掃蕩 那所有接的那個任務呢 就是日常任務賞金欄 他也可以直接這個一鍵派遣 然後一鍵領取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競技場 競技場也是可以直接跳過 高階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剛開始就都會有這些功能 我覺得還不錯 OK好那說完了 我們就來直接進去這個什麼 紅色後右邊這個 比較危險的這個 左邊的話他就是說 就是跟之前的對話一樣嘛 所以我們是選擇右邊後不要選錯 高風險往往意味著更高的這個回報 好那我們就選擇這個吧 OK上面是寫困難模式 困難模式的話 這邊多出一條三頭狗 然後也是一樣 這個三頭狗你有機會掉 就是會掉這三個寶物其中之一 一個是競技商店的1萬點 然後一個是巨龍的寶珠 另外一個是聯盟商店 巨龍的寶珠就是戰績商店 然後聯盟商店 這是公會幣嘛對不對 所以說跟我們的這個 建議員真的這個 異界迷宮哥布林會掉的寶物一樣 好那我們就來打打看吧 那基本上都是找這種精英的怪打 那我們就先來喝個能量泉水吧 其實你如果說一二關都過的話呢 你就盡量找這個精英怪打 然後應該就可以獲得一些 蠻不錯的這個文章 因為其實一二關這樣打上來 戰鬥其實次數算是蠻多的 所以應該這個該強化的都強化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呃它那個 酒管有沒有什麼角色可以用 呃 全體 好 全體英雄受傷回能增加40%好了 那這幾個喔 一個是回血回能量 然後還有 這個是復活一個人 我們來看看有沒有什麼角色 這是補給商店欸 那這個要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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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新陳買的不會吃虧 那至於說這個指甲的裝備我覺得不需要買喔 除非未來紅裝 紅裝大概也不需要啦 我覺得前期啊你不是超大課長的話 你的鑽石還是留著普通抽比較重要 但是新陳可以買齁 因為這個遊戲的話呢 他如果是說141集開那個前人齁 然後我的角色上了紅色 也就是金家吃金家 竟然沒有開專武這樣的東西呢 那我覺得可能141集會比較重要 但是141集他需要7000的這個新陳 所以新陳算是吃的量非常大喔 接下來選的就不怎麼樣了 然後我們再一路打上去 那至於說這個魔獸是在右邊 所以我不能一路往左邊走 像我如果等一下打到最左邊這個敵人 我就落到這個魔獸這邊去了 所以我還是這個稍微靠中間 或是靠右邊一點走 免得到時候 你沒有辦法走到右邊的這個魔獸 因為這個關卡是這個樣子吧 如果說我是走最右邊的話 他這個只能夠走三格 那我就不能走到左邊的那個 左邊的那個格子喔 有沒有什麼好的 又是受傷毀能 好吧 不知道這樣子兩個受傷毀能 是不是可以疊加喔 好 那我就走 走中間好了 走中間是最保險的 走中間的話 中間這一格的話 你左右兩邊 就算是最邊邊的 你都選得到 好 這一次我至少有拿到 哈提斯跟那個什麼 什麼亞庫爾的那個灰傷 哇哇哇 死人了 那怎麼辦呢 那重來一下好了 盡量不要死人喔 所以快人難度 我覺得敵人確實 確實有點難喔 因為我記得普通難度的話 我打到第三層 還是推得很輕鬆喔 現在看起來 有稍微 稍微有 有一點點危險 欸 每擊敗對手 哇 這個是BOSS欸 當有 英雄陣亡 其餘將會破斧成舟 這個做個保險好了齁 逆戰文章 看一下齁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重來欸 如果是以劍影遠征 跟無盡征途的模式的話 如果說你戰鬥一半 然後你覺得打得不順 你重來的話 這隻怪獸會消失欸 所以不知道這可不可以重來喔 但是我們為了保險 我們還是不要重來好了 好 那我們要上什麼角色咧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灰葉姬 灰葉姬還是上好了齁 因為畢竟 灰葉姬的話呢 他可以強制保一個人 呃 就是說那個 呃 免死一次喔 然後又可以回血 好開大 那對方是屬於這個深淵性質喔 所以說如果說你有聖殿的角色上場的話 呃 傷害力應該是不錯 啊 我是不是應該用那個雷的那個神器啊 喔 女王開大招 呃 傷害勉強還可以喔 這個時間才 還有一分鐘喔 OK的 呃 哇 是公會幣喔 聯盟商店 好 公會幣沒關係喔 公會幣到時候就是留著 然後去換紅色的裝備 在此之前都不要換 什麼金色啊 紫色的裝備在公會商店 換實在太浪費了 好 OK好過關 來看一下有什麼東西呢 奇美啦 衝鋒陷陣 衝進隊長 欸我剛看到我方的角色好像真的是衝進去 好那最後一個我就選擇能量吧 這樣子我開場就全部直接開大 管他什麼就直接開場 全部開大給他轟下去喔 OK就是一個BOSS了 應該沒問題啦 我們現在身上滿滿的這個文章喔 對不對 我們的龍少年跟這個千炎喔 都會跑到那個敵方的半場去 所以這樣他們可以吃到這個傷害增加30%的這個BUFF喔 好過關了 那來看看第一次通關這個最難的那個模式 他會送什麼東西 好我們點一下喔 欸哇粉塵齁 OK好那粉塵也是非常欠喔 喔這個 首次通關困難難度 超值禮包 但是我覺得超值禮包不要買喔 嗯水晶招募券這個 1470 我覺得不大需要買齁 好那另外呢 這個過關了之後呢 我們這個新陳記又可以領了 那我有課這個新陳記喔 我有課這個新陳記 因為我覺得這個新陳記 算是前期升級會比較快的東西 但是你如果說所有角色都240級的話 你就可以先跳過 那另外一個呢 我課新陳記也是 順便參加這個活動 這個限時商戶 看一下喔 欸是每日儲值吧 這個東西每日儲值啊 像我這個禮拜呢 我的那個3萬 我又累積3320 沒有錯齁 我這禮拜我又課了1 這樣子除以2是多少 1660台幣 哇 這個遊戲我已經課了大概 三四千了齁 然後呢 所以說我只要明天 除30塊錢 後天除30塊錢 又可以領一個這個直家的角色 可是我覺得這個活動 大概每一次活動都會搞一次喔 好那這個就是困難的模式這樣過關了 那以目前來說呢 我先是把平均所有的角色都先拉到121級 那120突破到121需要3500的星塵 然後140突破到141就是要7000喔 那所以說那個我覺得 你也可以齁 先不要讓其他角色升上121 你也可以就是 先灌一隻角色先突破到141級 開前能 或許他也可以這個 拉出來當作是這個全隊的這個坦喔 但是呢 這一次就是因為說 這個英格莉的這個女王 他跟劍儀遠征的女王不大一樣喔 如果說剛開始試用的時候 這款遊戲真的是跟劍儀遠征一樣 這個女王之遠征然後 這個能量恢復快 然後開大又會吸血 就是這麼猛的話 那我會考慮說 全部資源都灌給他 然後其他角色先不要升階 但是我現在用了這個女王 我發現他的攻擊力還是強 可是沒有劍遠征這麼猛 所以我就先把平均的角色先都拉到121級 然後下一隻的話呢 誰要第一個上141喔 真的還蠻猶豫的耶 我可能會選擇 我可能會選擇千顏耶 因為女王在後面開大速度實在太慢了 那我會希望說我的前排撐久一點喔 那我跟這一隻齁 莫莉艾爾真的是很沒有緣分 雖然說他現在是目前新手的這個版本之子 但是抽不到也是沒有辦法 我現在也 我也課了大概三四千塊吧 可是抽不到就抽不到喔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比較欠的是前排的坦 那我目前前排是兩隻角色 一隻是千顏 因為他有很高的閃避率 然後這個可以衝 就是不斷地衝來賭一下 那另外一隻齁 這個是抽到了單隻的這個賀爾卓米 剛剛忘記了還有一隻啊 還有一隻是這個部落的齁 部落這隻應該算是必戀的角色 安娜塔西亞 這幾隻角色都是我目前常用的前排的角色 那安娜塔西亞呢 因為他有這個 怎麼講呢 免死的這個光環喔 所以還能再多撐一下 那這招的話就是劍遠的獅子 在前期的話 他的傷害力算是不錯 然後另外說他還有這個傷害加深的這個領域 所以我覺得他跟劍遠的獅子比起來 他應該是會比獅子更好用 那重點是說他這個血少攻擊力會提高 所以他這樣子血少的時候呢 他賭一下齁 如果說真的賭到他開打 轉過去的時候 對敵人造成的傷害量算是蠻可觀的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齁 那等到呢 下個應該是這個禮拜天吧 我們看一下護眼英雄 21小時統一歸還 今天是現在是幾點 現在是凌晨兩點鐘嘛對不對 所以21小時之後大概是零點鐘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烈火戰記齁 借英雄的時間點就會是零點鐘 星期天的 星期天嗎 不對今天也是星期天的 是禮拜一的零點喔 像劍遠真是禮拜天的早上八點嘛 那這個 烈火戰記是星期一的零點鐘 星期一的零點鐘 所以如果說你要去借這些超級傭兵的話呢 你要四個鬧鐘齁 在禮拜一的零點鐘的時候趕快去借齁 因為不然會被 會被人家搶走 但是也不是說你第一個借 人家就會借你啊 所以說 玩遊戲的時候就是要跟這些大佬保持好關係 然後希望說他借你 那最後我們來個 這個十九抽齁 如果說真的要抽到最後一隻的話 我正好是鑽石石抽 再加上普通抽九張 作為一個影片的結尾吧 好 然後我們就來先來個鑽石石抽 喔 有中嗎 沒有齁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一張一張抽吧 來 九四一定一定會保底喔 因為他這邊寫得很清楚 你就不用去記了 1 2 3 3 欸 好 4 5 6 7 不會真的要保底吧 8 好這張 百分之百一定會中 9 發金光了 好厲害喔 我的天啊 終於來了 太好了 好 版本之子 可是這個階級不高也沒有用啊 OK 好 那我們就趕快生吧 事故一起喔 他的這些肥料當然是灌給他 然後這兩隻是屬於SR的角色 就算這個沒有SR的角色我也會趕快吃 但是也只有金色啦 那剛剛呢 因為說我的這個檸檬啊 其實我檸檬很多角色我都留著 當然我有生了一個這個奧利弗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不好用齁 然後其他的像是這些角色啊 都沒有特別去生 當然大盾妹有啦 因為大盾妹的話 新手送蠻多隻的 所以就把他生了 那另外我的這些檸檬的角色的肥料 我都是留給要 要讓這個茉莉艾爾吃喔 但是呢還欠他兩個本體 所以 哇 真的有點想要嗑這個新手禮包欸 可是我是覺得冷下來啦 反正沒有都沒有 現在已經推到第10張了 那我剛剛吃掉是兩隻SR的角色 如果說你還有兩隻這個茉莉艾爾的話 子佳的話 那你一口氣吃掉兩個SSR 然後一路先強制升到金佳的話 我覺得有一些價值 但是因為說我的茉莉艾爾只有兩隻 那我吃掉 如果說我是吃掉兩隻SSR的話 那我也只不過從金佳 子佳變成金色 那我就覺得沒有那麼急喔 如果說一口氣這樣子升兩級的話 欸我變成金佳 然後我再一口氣把這個奧利福吃掉 金佳加金佳 一口氣茉莉艾爾就變紅色的話 那這樣子齁 你去吃掉兩個SSR角色就會變得比較有價值 可是現在的話 就比較不急齁 所以這是做一個簡單的參考這樣子 然後右上方 右上方這個進階公式 我也覺得做得還蠻算清楚的齁 這樣子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其實說明都做得很清楚喔 這個 所以還是蠻漂亮的 我記得以前這樣子的這個 進階的公式啊 需要玩家自己整理 然後貼在像是巴哈 還是去那個外國網站去看喔 OK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